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经常都心思熟虑 为什么莫雷拉会这样呢 其实我在这个周末 即明天的马 又或多或少 我开始放多点心思去看 有时候那些马赢完 他博一声又不骑 但是可能转发出来 他的马未必赢 因为他始终是一个公私騎士的身份 有很多时候那些预计 可能一早一个月或者那半月之前 那位莫雷拉斯已经猜着 我现在操纸的马 就预计了他 有时候有些情况是他不可以下下降 例如自有心得 有什么可能无端端给了史卓峰 是 他答应了劲风雨 就是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 你要想一下 不是说因为蔡若翰 我觉得他也可以投诉 莫雷拉斯 你想一下 大佬 你是公私騎士 可能三个星期前已经预计了你 是 你也不知道那只马会不会是什么时候报名 可能那边也没有告诉他 我可能不报 可能不报 我看状态 你知道有时候有些人又有寓意 那变成了他这些马 可能他一早就已经预计了 又巧巧 他又在之前有那么多手影 是 那些什么糖痴豆 那些就让他线一线 水溝油 就算我们当日做节目 我们的拍档都说 他通常选老方的马 如果超过多少只 没有运动一批 那个锦囊就出现了 结果是否只有那批 是吗 就是说他多骑四只 起码两批一批 那天就变成了 只有三批 那麦菲文也不与他的事 我猜以后我们有时候 去选莫雷拉斯的马 可能我们要在这个角度想一下 因为他公私私身份 你信德哥成失所义 有些东西你预计了就是预计了 如果你不做 甚至乎 我可以在后面投诉你也可以 这是事实 大家都想拿成绩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刚刚那些马 他上去就不行 我猜唯一可以这样解释 因为他也是靠掌金粉吃的 是的 我也觉得他肯定 他很少古灵精怪 这个巴西仔 这个巴西仔 他为什么选择的马 是不行的 而且今季没有了大摩的大赛 他很少 他会少很多 你要密食去益益 那些大赛的奖金 因为我那天 为什么我这样问呢 我在这里计算 莫雷拉 6个赛日 其中54个马 入围率 刚刚50% 27个跑入三角 但原来 夜赛跑24只 只有2个赛 6个批 即是三分一上名 我在想 莫非他现在夜赛的质量 会比较差 还是什么 所以拿出来大家说一说 即管说一说 但我相信不会 我主要是想来想去 其实都是平弱的问题 即是你答应了前和后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 都不要太过觉得 莫雷拉騎那只 就那只好的 在他的立场未必一定 有某些骑士会 例如某些建设生 他同场有两只 好像有一个关系 其实都很微妙 梁家俊和杨明伦 他们肯定是同一条线的 他的马不骑 梁家俊 不能骑不到就是梁家俊 梁家俊不得就是杨明伦 很多时候他是三剑合的 还有黎海荣 黎海荣是双方波缸 所以这条线 有时都要小心一点 例如两个都不行 但是同一时间 梁家俊试了两只马 他选一只 一般来说一定是那只会好一点 就是他选一只 那只好一点 因为在他们的机会 可以有六七个马房 找你骑马的机会 非常低 但是同一场地 因为有黎海荣的马 有杨明伦的马 有你自己的马 但是跟着大家三个在那里 混乱 这个可能性都会有 明白 好了 我们就预备了几宗新闻 跟大家讲一下 不如先去第一张图 这个就开心了 罗富泉 请大家吃鱼 是 我觉得这张照片 我为什么特意拿出来 跟大家去看呢 罗富泉开支的马 是 就是侄哥强的马 是吗 就是那只 冥记心中 冥记心中 我经常都说 作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大家都是红富泉出身 当然侄哥强就叫搬车边 因为他的叔叔吴智林 但是怎么也好 虽然或者罗富泉 跟他有没有交情也好 这个都是一个间接的 一个关系来的 其实这张照片 如果有侄哥强呢 我可以告诉你 对罗富泉的形象 对他的交際手腕 是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觉得对不对 我经常都说 如果就是说 银风神区 如果明天都会赢 如果麦菲民 会捉住宅哥强一起 来拉头马 这个就是一个 真是一个公关的手腕 所以有时候做人 尤其是这个 赛马是一个运动 我可以回来 好 有时候你不要只想着 是一个赌博 赌博之余 你也要有一个态度 有一个很鲜明的 一个立场 你不只是为了赢马 哇 赢马 还有一件事 叫做公关 中国人这件事 永远都被贵佬输 但这件事 实在我以前做了太多 在很多外国大的PR公司里面 就学到这些小小的东西 但如果你想想 你代入一下 如果侄哥强在这里 和他一起切这条金仓鱼 整个画面都不同了 人家会有很多事情想 哇 他很包容 他很敬重前辈 是吧 甚至乎他也很欣赏 侄哥强 养好这只马 虽然交到我手上 我只是做了一小部分 接着一出即盛 是吧 为他自己的人生 哇 挺完美的 是吧 念马的生涯 一出即盛 所以我觉得有少少 但是你说 另一个角度看 我觉得现在的新一代的联马斯 和他们下面的下属 的关系也都 始终是新一代的新人 他们的合作模式 庆祝的方式也不同了 挺特别的 用金仓鱼来 劏开它 虽然这条不是日本一 但是也有几十公斤 这条鱼也不少 五十三公斤 不少 南瓊吞拿鱼 这些都我想要几肥的 但是很粗 很开心 一件事 比切蛋糕好 我当然恭喜罗富泉 他今年的成绩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也是 看到他跟了蔡洋翰也好 大摩也好 事实真的 这几年 不要说伯伯 狠狠做人 他真的学到东西 跟着他自己的时候 亦都很用心 选择了哪些码 手足上下心 做到成绩 不过是对的 我记得你说 慶祝的方式 那年是叶楚行 做冠军联马斯 好像一人有一条牛仔褲 他喜欢玩Eviso 那条牛仔褲也很棒 他喜欢玩潮 但是二叶楚行的款式 他玩这些是很格格不入的 因为他的样子 整个新界佬的香身 香身款 整个潮东西是格格不入的 首先你的样子要潮 或者你的发型要潮 但是你做联马斯 又不能跳出的框框 你玩这些潮 就变得很不好看 格格不入 好我们去另一宗新闻 不如去第二幅图 说到关系 毛思义 好像又说 跟一位的联马斯 或者大马主 有些意见不合 这个我想解答你上一次 你问 为什么毛思义 会跑到日本 是 这边就揭晓了给你看 他当然可能根本已经知道 跟这个联马的单位 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是 他就已经知道 他一定有这个空档 甚至乎可能 他就打电话去给 姚本辉 他说 你那只马 如果没有人騎 我可以代牢 我要空档 他当然不会告诉你 这边出了问题 所以我就说 他很聪明 这个法国人 他知道如何周旋 这个关系 你这边 你说我不要他 因为他不听我的拆棋指示 但是他立即告诉你 你看 人家 香港立即找我 就是看他来说 他的股价 就没有跌下来 起码叫做保持 就是人都是一个 好像股票 你的信心越高 你的股值就越高 就是他都很懂这些东西 好 回来 可以回来了 说起司 毛思义 也是一个年纪比较大 50岁 智力的骑士 好了 香港最够智力的骑士 韦达 星期三终于开齋了 我们去第三幅图 看看他那只开齋马 其实他回来的样子 都不是很快放松得到的 有些都有一点绷紧的 你又想跟大家说些什么 这个我就是想跟大家说 如果今年你要捉韦达的马 其实我很多时候 或者Andrew 你特别留意 我都一直有介绍韦达的马 我对他 对这种有分量的骑士 我从来没有失去任何信心 但是问题就是 大家要对这些骑士 你要知道他们都是一个 有一定的功力的骑士 如果你也是好像 好像很多那些人云亦云 那些人云亦云 那些人云云云 哎呀他不行了 哎呀伟达骑是轮轮盡盡的 哎呀哪里骑到 那你就真是错 大错特错 但是 当然他没有退化 我一早跟你看神操 我告诉他 他的退化 以往伟达 神操的那条腰 铁板那么直 那些左手 斗着那个姜誠 很漂亮 我经常都说 每一个建设生 是应该要学的 这种 去逗住他 不给力 但是刚刚逗住他 那种 那种 那些马是练到 在他的手上 七成七成八成八成九成 如果我是麦菲文 我直接请了他做主帅 帮我练好那些马 我直接 第一年我就给你 替我搞我的仓 可能他是澳洲 他是南非 你也知道 他身家那么厚 他也不会 可能 特意主动来找你谈 为我想什么什么 但是如果我是 任何一个新的链马士 我会找他帮我 操好那些马 我先回来 好 但是呢 Angelo 我觉得 今年 如果我一直说 看你同不同意 如果你要选择伟达的马 你一定要看他的马 接一场的时候 他是怎么跑 好像状元才 他是 就是阿非阿科 炸炸帝帝 飞了出去 没有路上 飞了出去 又炸帝帝变耐闪 他当飞的时候 没有可能发生 他的黄金左手 硬扣着马 很难会闪得动的 但是今年 你看看那只 献华 明天又出 你看回那条片 在后面炸炸帝帝 又有耐闪 又收又成 你看看那只马 好像3.8倍 次延闪 这只马 可能也有些机会 狀元才 阿非阿科 跑到第四 接着他还有一两只 他入胚子 都是类似的 你留意一下 你要看回他的档位 譬如 我们那天拍片 也有提过大外舞台 那你的十一档 是想着对手差一点 那你就有机会 因为你其实 你爬马的时候 你要计算骑士的因素 你知道 譬如你的马 用道里来 用伟达 那你排外当 你都预算是西出去 或者直路那里 会收下停下 就是你知道的 如果你都选择 你是觉得 他的实力 可能在某一些马之上 或者某些马的实力 实在太差 你就调高他的评级 我想特别说 他当然 这是没办法的 他年纪大了 四十多岁 他身家也有了 他现在跑 纯粹是 他很喜欢骑马 有一个兴趣 当然也继续找到钱 因为他有个名字 是帮他自己的生意 因为他现在做的红酒生意 那些南非红酒都做得挺厉害的 他变了一个关系 他在社交的时候 其实帮他敲很多门 但是他阵上的马 如果你要再选他 你确定 他跑起来 有些耐闪 有些耐闪 三、四 你可以下次再追 他如果有的马 他不会骑不到出来 但是如果好像以前那些马 可能要差一点 要靠骑士的姜誠 走位 不要亏 其实什么都不错 我错五样东西 你错三样 你赢我 同样的人 可以错的错了 明赢的马 可以输了 但是韦达现在这一刻 他只可以给你一个差 例如你的洞是打四栋 他就去四栋 你不要打算打Burdy 你也不要打算打Eagle 你要这样看他 但是他的马 你不要以为他突然之间 没有任何的手影 你可以看到韦达走出 我相信你以后要这样去看韦达 但是我也不会说韦达 是一个已经完全干河日下 退步的骑士 我反而会称一下他的马的质量和排档 譬如滴系那些就更加重视了 譬如下个星期三叫关健康 如果他放在前面走的 你抽到五档以内 我一定会选 你说十二档 当然上季都试过 你看到够不够快的马 有时你也不要 Andre 我也不要介意你 有时选择马 不要太像现在外面的人 觉得你千二一排外档就死 不是的 记住人是生的 我看他们以前怎么看一场比赛 他们选择马之后 起码看过几两个小时 看片吗 他们想怎么考 是对了 以前好像没有了 现在年代的时候 小弟做这些工作给我的老兄弟 我就錄了 我们当时还是流行VHS 我们那些VHS一年要换几部机 因为肥腮肥腮在看 肥腮肥腮在看 每次坐马结哥的就要錄下 然后记住好哪一场是你跑的 什么码 写到记录好 我的家里就整个一片 就是我哥哥每次回来 就是这样 对于现在好像拿着马戶apps 老實說你已經什麼都可以做到 但是你想要再準確一點 當然你可以試試三、四點進去沙田馬場 看神操 學一下怎麼看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有害怕你學 當然了 但是你現在就算看片 他們當然60吋大電視 現在這樣看 基本上他每一次 即是那場馬場有十隻 他就看十次 每次看一隻馬場 即是每次看一隻 然後他就會了解那些馬 在不同的情況下 或者他還有剩多一兩場 這隻馬排在不同的檔位的時候 他有什麼反應 他就會在腦裡盤旋一個 他的策略出來 你記住 那個騎士永遠是生的 為什麼莫雷拉這麼生 大哥 他看片多過神操 他應該是勤力到私善 很厲害 他勤力到私善 而且他不會認命 你給我一隻馬場排在十二檔 他不會告訴你 我就糟糕了 十二檔 說不會 他會更加用方法去怎麼跑 然後我們稍後就再說 Pacer 好 我們不如說另外一則新聞 說了一個四十多歲的騎士 不如說了一個二十三歲的騎士 去第四幅圖 這隻是騎鋒 黃浩南跨下這次不是平頭冠軍 是真真正正做一次的冠軍 這場賽事你又想跟大家說什麼呢 這裏我就想跟大家說 他當日贏了有志者 就是莫雷拉 麥菲文這隻馬 我想他都交回這隻馬應有的水準 就沒有特別超長了出來 起碼見到麥菲文 都有一定的功力 將一些比較差的狀態的馬 起碼操起他 在他應該有上位 即是上到名的路程中上名 但是這段新聞 如果你有留意 Andrew 他就很多時候 好像現在時下 很多很多的平馬人 你不要介意 經常拿著一套方法 說馬 為何當日的速度會這麼慢 所以祈福就贏了 為何莫雷拉 你不知道速度這麼慢 你為何你的馬不衝上去 即是他下面那句話 就是想說什麼 一定是做馬的 是吧 好 先回來 這件事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由 初初我們接觸馬 到很專業在馬圈裡面 其實當年 沒有人說這些速度 什麼都沒有人說 其實我告訴你 在每一個騎師心目中 他首先一出去才有一個策略 他的策略就會知道 我拿著哪幾隻馬 做搞傷敵 他會有兩三個 去考慮 如果我現在排五檔 我出來 我立即想保持他 大約五十米 如果我裡面的馬 走開 我就撤入 如果撤不到 OK 我試試推快些 在他前面撤入 兩樣都不行 我直接把他拉到最後 在最後撤入 一般很多騎師都會有三四個計劃 在出閘 因為你要預算出到 出不到 又如何呢 如果你有多幾個計劃 即是好像下棋 下棋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思路 你每走一步 其實你想了七步 甚至八步 因為你想對手怎麼走 你越想得遠 那些棋王想了二三十步棋 你當然很辛苦 但是你的勝算也很高 像這個PACE這樣說 棋風其實當日是王浩南 我覺得他跑得很好 不是說隔壁的騎師好像做給他贏 你這樣就會把王浩南的credit 就立了 他很厲害 因為他猜到 你每個人都知道我是放的 我就放給你看 他放之餘 一直還要把步速收慢 他也猜到我這次升班上來 你們是不是會看輕我 徐宇錫也想到 王浩南也想到 我肯定代入了他們 是我不會有錯的 這樣想 他們一定猜我們這次不夠班 等於現在你是王浩南 或者徐宇錫也 我們怎樣談 男生在場馬照放 千萬不要放那麼快 除非他有馬逼上來 如果沒有的話 繼續保持不快 押忍他們 並不厭詐 最後買回來 押忍夠的 和流說 對呀 老頭 復科之後 最後比上次更好 對呀 可以了 千萬不要快 保持著他 上來 如果你都沒有動手推 他都沒有逼到你的 繼續不要動 去到最後二百 拼盡 如果我是練馬師 是不是應該這樣教徒弟 徒弟的反應就是這樣給他練馬師 以往全部都是這樣跑的 我就跑了自己 至於你們怎樣跑 是你的問題 那些人就不要經常說 第一段 一分多少 那麼慢 他當然會贏 那你便將其他人的 恩愛拿走了 不過那一場又沒有馬拍上來 因為真正的馬是很少的 如果我剛才給你那個原因 你們猜我現在升班上來挑戰你 我已經贏了一場 然後你也猜我放頭 但是你以為我不夠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猜 這隻馬應該我一會救過他 再加上有某些大師傅都會覺得 不怕 我應該可以追到他的 莫雷拉更加 只是只有他有一點點變咒 但是怎樣的馬 就是後來那段就不夠 不過留得比較後一點 就是有志者 但是你沒辦法 他們馬就不斷跑 如果你一早放了 他有幾隻 上學生變咒回來還是沒有 是嗎 這個就要看大家好像一場下棋一樣 我們不可以整天 當這個體育運動 這麼多困惑的東西 因為他下了飛 大哥 如果後面的王浩南 很清楚告訴聶馬斯 這隻馬 哇 狀態比上次還好 我輕輕鬆鬆 這隻馬 哇 整個節奏不同了 哇 彈力更好 你騎了這麼多年來 沒理由不知道 就是我給你一輛1000cc的車 和給你一輛3000cc的車 一踏下去已經不同了 閉上眼睛就知道 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樂菲當然大家也會知道 當然他也是拚拚一下 但是他在整個過程 控制的步速裡面 做了一個這麼聰明 我們應該賺他 但是就不像這些報紙 或者很多外面的平板人 都會立即說 哎呀 那個速度這麼便宜 這麼慢 難怪不得 變成你會很懶 其實你不肯再用腦 去思考這場馬 其實得出來真正的 內裡裡面整個策略 大家是怎樣贏的那些場 或者那個人傻傻傻 被他撐住 撐慢了 輸了這場 我們這樣欣賞場馬 你會更加欣賞賽馬運動 好 那我們不如先說最後一件事 那晚有一隻 休息了很久的華美之友 就贏了馬 你好像說後面美金 有些東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錯 我們不用在這裡 我們由仰望遠溫開始看就行了 這裡 差不多在這裡 好 圈一圈那隻後面美金給你看 當日史卓風奇 等一下 稍等 11號 在這裡 等等 放大它 下去 好 可以去片 鏡頭圈著這隻 你看到海飛翠 全部在前面 阿媽寶寶 一度在外面 剛剛準備拍攝 等一下 我想你們大家看看 你先看 史卓風 史卓風 分了多少次 全程 整條直路 開了多少邊 好 一路去行 現在一路開始 他首先會入直路的時候 一路開始分一次 分了一次 看到嗎 再來一次 分兩次 但是你看到他的姿勢 屁股又低於肩膀 再兩次 三次 有沒有下過那邊 暫時 會不會看清楚他有沒有下邊 沒有 邊就一定沒有下 這裡 現在是這隻 先收一下姜誠 正常來說 收姜誠 就等於好像人們 四波落三波 扯回高個轉數 等他的力 又再離開 現在 轉完左 再分一分 打了一邊 你看現在 他如果是正常 他應該在海飛翠的位置 好了 我當他封了 現在華美支部的位置 多於一個馬位也多 是 其實正常可以全力吹 他在後也有問話 他就解釋給董事 他說 因為我怕 那隻華美支部的位置 會斬過來 所以 我循環的 我就不騎 然後炸在這裡 拉到馬幾斤 好 可以回來 最後這次拉一拉 就連一度也過了 他最終好像 不知道跑到第七 現在跑到第六 跑到第六 你看看這隻馬 我可以告訴他 如果你說 你很懷疑 王浩南那場 是否大家做世界 做給王浩南贏呢 這場就真的 百分之百 未盡全力的 這隻馬 怕什麼 要不要這麼轉彎活角 這隻馬真的跑到離譜 我當天其實我也喜歡 我都說這隻馬應該會施展回馬槍的 上場 進到直路 這隻馬好像不適應 突然那隻馬好像不敢走 進到直路的時候 因為他很陌生 你明白嗎 馬為什麼突然會… 你有沒有見過一次 我們一次做直播 那隻馬好像不敢走 那隻馬 是否不敢走 有馬也是一樣的 他第一次跑馬地 我們在電視上 看他 你會發現好像沒有東西 如果你試試跑馬地 那隻馬很闊的 前面什麼都沒有 那些馬很害怕 他還沒跑過 我問他 我現在在前面 什麼事啊 他就立即那隻馬會很… 其實他不是趕跑 他就很確定前面有什麼 其實原來的腳已經慢了 但是那次之後 那隻馬知道了什麼事 但是這次 容天鵬 我相信 他也被那隻嚇一嚇 這場馬 他就想放思作風上去 就試一試這隻 就沒有一個絕對的爭勝心去跑 但是呢 處理得很難 其實這場馬 就是絕對可以整條 未盡全日去探 史卓鋒 我覺得他要小心 但是他既然做了一個 這麼大的favor 給容天鵬 將來他其實是容天鵬的馬 這次大步纜過 如果有一些有實力的 不怕買 這個就是我想看這部影片 給大家看 什麼叫做真的不是很盡全力 去爭勝的一隻馬 就是這場馬 但是這場馬贏不贏 8%贏得 下次再報 跑馬地千熱都贏的 好 不是問題來的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東西補充 都差不多了 好 我們可以 或者說明天騎士那些 好 那些 還有幾分鐘 對 還有兩分鐘 我們再說 第二節就不用說了 我們不如先說莫雷拉 因為他現在好像日賽成績 十隻馬上陣 現在十隻馬上陣 最冷的那隻做得好 都是7.4倍 你又覺得他哪隻馬最好 明天他很多隻都很好 萬事聖 不如說哪隻不好 如果不好的話 我覺得1號第一場那隻 敬鋒魚 1、2場都是一般 但是他有一個往績 令你很憧憬 但是你看回他的神科 當然敬鋒魚的神科 你不能看的 看他臨場的情緒 敬鋒魚的泥閘也好 神粗也好 不是那麼好的 然後做得好 其實他的馬不是差的 他不是說因為選了 我一早答應 做得好上場 其實也跑得不差 一直放回來 其實輸得很少 自動球當然要求他明白 超然又是要看這隻馬 十二檔 看這隻馬的情緒如何 馬功臣 他還是王牌報名 鐵艦 其實是50-50 當日那場馬 泥地的高手也很多 他也不是那麼超 那家賓王者不用說 總之這隻馬不是 變成旅遊王者 這場馬應該也有很大機會 可以多贏一場 那怪獸家長 反過來 莫雷拉騎過他 是最差的一次 特別跑了1400 他未必跑得比田泰安 田泰安 田泰安剷掉這隻馬 是剷掉這隻馬的 莫雷拉的柔柔的那種 好像逼不了這隻馬 所以就一半一半 但是你說他有沒有買贏 絕對 他現在怪獸家長變成大熱門 大熱門 就有一點擔心 其實美場 我們看回 我自己看 除了寬樂一生 英明神驅 和安驅之外 那十一隻都有機會贏 很多隻都很好 因為彩褲也一般 十隻 但是我告訴你 彩褲很漂亮 神操 很漂亮 這隻真的有點銀燈 因為你想想 他背拖尾一邊摸著他 連續摸幾貨 肌肉模式全部出來了 這隻會是 明天是一個邊線 他現在有一點分頭 你不要小看 現在不是少少 二十四倍 因為你想想 何宅堯都可以爆出這隻馬 這隻馬是一隻古古怪怪的 這隻會是一隻古怪怪的 在神速上的馬 我們稍後回來 第二節說提供了 大家好 我是Christy 今天會教大家 如何訂閱一級賽馬方程式 訂閱就記得上我們MHKTV的網站 上了網站之後 記得登記你的電郵 或者Facebook的電郵 或者你會員在旁邊的位置登記 然後到下面會看到一個立即訂閱重溫 按進去其實會跳到一個藍色的版面 選一級賽馬方程式 其實下面已經有四個可以讓你選擇 按下你的需要去選擇 第一個就是Facebook的收費網頁 包括了酒地貼士 深水推介、馬圈新聞分享 然後到MP3Tips 包括了賽馬深水 以及會教你如何賣馬 最後一個就是節目重溫 包括了馬圈新聞 賽事分析、主持人、針水推介 以及會教你如何買馬 第四個顧願名思義 就是三樣東西都包了 選擇之後 按下旁邊的藍色點 拉到下面 會看到付款方法 信用卡PayPal 其實選擇之後 直接按儲存 便根 它已經會彈到一個收費的頁面 是信用卡和PayPal 登記你的資料 其實就可以成功付費 到之後就是銀行入帳 按下之後 其實會看到有三間銀行 按下你的需要 去那間銀行入帳 然後再把你的收據拍照 上傳到這裡 選擇檔案這個位置 上傳之後 按儲存便根就可以了 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上來MHKTV直接付款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現在上來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我們北大頻道 付費之後 還可以重溫所有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拜拜 再見